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發言人張爾萍提到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到今天仍在持續 但法輪功學員21年來和平理性反迫害 揭露中共邪惡 獲得多個國家響應 僅在今年上半年 在中國遍及28個省 至少5000多名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和騷擾 至少38人被迫害致死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言人汪志源表示 中共解體在即 呼籲全球人士全面收集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罪證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主席易容介紹 目前 已經有3.6億中國人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 川普政府推出一系列打擊中共的政策 正在對中共邪惡政權形成圍剿之勢 國際反共聯盟迅速平成 中共四面醜多 陷入絕境 天滅中共的步伐越來越快了 18、19號兩天 在紐約市內 法輪功學員組成了車隊 一輛輛車身懸掛著 天滅中共 天佑中華 停止迫害法輪功 拒絕中共遠離瘟疫等中英文橫幅的私家車 從法拉盛出發 途經曼哈頓中城 時代廣場 華布中林館 布魯克林巴大道等 吸引了過路民眾以及司機們的目光 新唐人記者 柯婷婷 紐約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